《基本法》 其實在我們生活中的每一件大事、小事 只要是與法律相關 與每一個市民、每一個青年朋友 息息相關的事情 都肯定是與《基本法》有關係的 如果說未聽過《基本法》 不知道《基本法》是什麼 那你就可能退了 希望我們推動到每一位澳門市民 令到每一個澳門市民 都可以全面準確地認識《基本法》 澳門《基本法》青年推廣大事協會 在2015年成立 在過去一年時間內 我們協會主要在社區、校園 進行《基本法》的宣傳推廣工作 而在未來一年 我們打算繼續推行有關計劃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地明白到 青少年是未來社會最主要的力量 讓他們學好《基本法》 對於特區未來建設至關重要 澳門一直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會的地方 澳門市民一直都享有文化、教育、宗教等 各方面的自由 而《基本法》正正是保障了 市民繼續在回歸之後 享有這一方面的自由 而我們辦學團體 也藉著《基本法》 繼續享有辦學自主自由 為我們年輕一代提供更好的教育